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一个什么样的老公 至关重要 关乎着女人后半生的幸福 当然 不仅得有个好老公 还得有个好婆家 所以 女人找老公的时候一定要睁大了眼睛 因为不仅老公关乎着自己婚后的幸福程度 婆家的其他人 也对自己的幸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婚前怀孕的这个说法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不怎么在意 因为现在人们的思想都已经很开放了 婚前同居已经是一件很司空见怪的事情了 存在 婚前同居自然就不可避免没结婚前就怀孕的问题 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 想法是很简单的 觉得有了孩子 那就结婚好了 可这前提一定是要有一个有责任心的老公 还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婆家 往往有一些婆婆就喜欢在儿媳妇婚前怀孕上做文章 比如看儿媳妇怀孕了就不给彩礼了 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事情作为要挟 这样的婆婆的确是存在的 每当这个时候 作为女人 你不后悔自己的不自重吗 丽莹今年27岁 是个农村姑娘 从小成绩还不错 最后考进了一所师范院校 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公立学校工作 丽莹家的条件一直以来都不太好 所以丽莹的母亲望女成风的心理是很迫切的 在丽莹小时候 正是自己家里的条件再不好 只要是涉及到了丽莹学习方面的 丽莹的母亲全都是无条件之指 等丽莹上大学的时候呢 学费加上生活费也比较多了 当时丽莹的母亲呢 就四处给人做零工 一天挣的不多 百十块钱 有时候就十几块钱 可待人就坚持的 就是为了女儿能够顺利的大学毕业 丽莹比较中气 大学顺利的读下来了 并且刚毕业就应聘到了工作 以前可能教师这个行业不怎么吃香 可对现在而言 丽莹的工作也是不错的 丽莹的母亲把自己全部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这个女儿的身上 可如今女儿却让她操碎了心 丽莹大学毕业到结婚前 工作了差不多四年多的时间 因为从小家里的条件就不好 所以丽莹也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 工作这几年也陆陆续续的存下了一些钱 差不多也有十万块钱了 这些钱本来她是想留着孝敬父母的 可是父母却什么也不要 说是等丽莹结婚的时候给她做陪嫁 丽莹和老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从认识到结婚也不过就半年的时间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不光丽莹的老公 就连丽莹的死我婆家人都非常喜欢丽莹 也非常认可这个儿媳妇 本来挺欢喜的一件事情 可最后却变了味 现在年轻人的感情发展都比较迅速 丽莹和老公恋爱两个月就住在一起了 或许是丽莹太过年轻 太过大意了 也或许是她老公太能花言巧语了 总之最后丽莹就怀孕了 要是放在了别人的家庭 可能婚前怀孕是一件大喜事 并会早点把结婚提上指冲 可是丽莹的婆婆在听到了丽莹怀孕以后 完全改变了嘴脸 说好的十万彩礼一分不给了 房子也不给买了 凡人就是一副你爱结婚就结 不结婚也无所谓的态度 当时 丽莹的父母为了这事也是很松起 其实并不是他们有多物质 而是觉得婆家人的态度 太委屈了丽莹 丽莹的母亲有那么一瞬间 想要女儿毁婚 可以想到女儿肚子里的孩子 就舍不得 再想想 就算女儿把孩子打掉了 不结婚了 这件事难免被传得飞飞扬扬的 最后的结果 也是女儿最受伤 可能婆家人也是吃定了 丽莹家考虑的这一点 所以才敢这样的肆无忌惮 最后 丽莹的父母还是选择了 打掉牙 往自己的肚子里咽 女儿在婆家已经受到了委屈 丽莹的父母不想 自己的女儿再受 一丝一毫的委屈 所以为了给女儿称面子 在结婚的时候 把那十万块钱 都给女儿做了陪嫁 本以为结婚以后 一切都太平了 虽然当时有难堪 可是也都会随着时间变单的 对于丽莹的父母来说 最大的心愿就是 女儿结婚后会幸福 而对于其他的 他们都可以既往不咎 但是 女儿的幸福又何他容易 也许从刚结婚的时候 或是说没结婚的时候就注定了 丽莹的老公对丽莹倒是挺不错的 可是不得不说 丽莹没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婆婆 因为结婚的时候没买婚房 所以丽莹不得不跟公婆住在一起 这也就注定了 婚后的日子过得不会舒坦了 虽然丽莹怀着孕 可是婆婆对她没有丝毫的讨爱 自己一副多年媳妇 熬成婆的做派 就算丽莹怀孕了 婆婆依旧对她指手划脚的 要说婆婆的偏心还真是够明显的 婆婆也有一个女儿 就是丽莹的小姑子 跟丽莹都差不多大 她对待儿媳和女儿 别说一碗水短品了 就连对儿媳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丽莹结婚后没多久 小姑子也恋爱了 当着丽莹的面 婆婆总是告诉自己的女儿 结婚前绝对不能怀孕 女人一旦婚前怀孕 就不值钱了 听到婆婆这样说话 丽莹心里不是滋味 可又不好说什么 最让丽莹不能接受的是 小姑子准备结婚前 婆婆却把她自己带来的 十万赔价钱送过去 丽莹自然接受不了 于是反驳婆婆 我结婚的时候 没有财力就算了 怎么你们家还惦记上我的赔价呢 没想到婆婆在听了丽莹的话后 不仅没有丝毫的愧疚 反而还说 谁让你当初婚前怀孕了 这是我们家善良 当初同意结婚了 否则你下半辈子都嫁不出去了 听了这话 丽莹更是诧异 反问婆婆 我怀的不是你儿子的孩子吗 如果不是你儿子 我能怀孕吗 但凡一个男人 这个时候都得负责 也就你们家 能做出落井下石的事来 那天丽莹和婆婆吵了起来 最后丽莹说 你女儿结婚 愿意陪嫁你自己出钱 我的钱你一分也别惦记 丽莹看着婆婆的嘴脸 有些后悔嫁给了自己的丈夫了 可是她老公对她确实还不错 平时婆婆欺负她 都是背着她老公的 正所谓嫁机随机嫁狗随狗 但是如果婆家人 再做出损害自己利益的事 她还是会反驳 让婆家尝到苦头 其实 女人这一辈子真心不容易 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遇到怎样的一个婆家 都关乎着自己一辈子的幸福 所以说 女人结婚前要睁大了眼睛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自重 懂得爱惜自己才是真的 对于丽莹和她婆婆之间的恩怨 丽莹说她已经告诫自己的老公了 等自己生了孩子 坐月子之后 就搬出去 不和婆婆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了 这是婚姻的刚开始 婆婆就如此欺负自己 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如果到时候小姑子和婆婆 一起欺负自己 那这个家可真的就是鸡犬不拧了 在丽莹的这桩婚姻里 其实丽莹应当提前就跟婆家人 亮出自己的态度 如果丽莹后来跟婆婆吵架说的那番话 能够在结婚之前就这么说 估计婚后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 当然在这桩婚事之前 丽莹也有自己的小错误 那就是不够自重的怀了孕 虽然说 年轻情旅婚前同居是很常见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 有些婆家人可能会接受这个 可是有些婆家还是会这件事做大文章 就比如丽莹的婆婆 所以女人在结婚之前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不要因为个人说你不检点的机会 当然最重要的是 无论婚前是否怀孕 在刚结婚时 一定要向婆家人说明自己的态度 让他们认清自己的立场 拎清自己的位置 并且对于和婆家人的沟通 女人尽量去让自己的丈夫知道 如果这个男人足够爱你 那么他就会在婆家人面前维护你 一个女人在婆家是否有地位 就看她结婚时给婆家的态度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